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2009年4月27号 我妹妹去卫生部找这个医疗事故 被马家楼 被送到马家楼捷机中心 雷医驻经办去接他 他是驻经办的一个人 河南黑宾馆的两个人 他用河南黑宾馆的车去接 我妹妹出来马家楼一看 到院子里一看是河南的车 我妹妹就不上 不上他那个最近办的一脚 把我妹妹拆到车上 他跟那个黑宾馆的两个男的 就打了我妹妹 把我妹妹打的匹果链 当时他又把我妹妹 拉到那个蔡湖营 乔西 浩宁宾馆 后面一个 他那个上面是厨房吧 从那个厨房里面 然后我在那里被关了五天 我妈也被关在里面了 还有我女儿 我们是四个 我妈65岁 今年65岁 去年64岁 我们三个人在里面 今年六岁 去年还五岁 我妈是高血压 冠心病 被她打的脑梗塞一边 脑梗塞一边 到后来又被打的这边脑梗塞 那是最后打这一次 不给治疗 他买从医院不给治疗 这不就是我在里面吧 我都听着那个老板说 哎 姚霞 我正在屋里嘛 她说姚霞 我给你说个事 我说什么事 当时那个老板姓王 她当时那个态度严肃 她说你妹妹又被打了 这次打得很厉害 就这样跟我说 我当时我就激动了 她说你不要激动 我说不行 你得快把我放出去 她不让我见我妹妹 你得放出去我才能见我妹妹 你如果不把我放出去 我在这里面就报警 我报110 她一看我这么坚决 她就把我放出这个门口 她不让我走远 叫我在门口 我就跟我妈 跟我女儿 就到这个 她这个黑宾馆门口 我就看到那个车来了 哎 来了 下来三个人 一个女的 一个那个 那个女的也是这个黑宾馆的 那个男的也是这个黑宾馆的 还有一个男的我不认识 她说她是住京办的 哎 我说你们都来了 摇惊了 那个那个男的就 那个住京办的她就不出声 那一个开车的就说 开车的就是黑宾馆的人 他说在车上呢 哎 我说到了你怎么不下车 我一看 我明明就在那个后面 那个一排座位 他就在那个脚底下 在那里躺着 一动不动 就趴着就像死了一样 我就一激动 我说怎么了怎么了 我说快点报警 我说那个喊了几声摇惊 也不大也没出声 就是一点都不知道她 就是一点都不知道她 到后来喊了半天 她才说打死我了姐 你快点报警 我就报了110 报了110 那个我 然后我就那个又 又报了120 报了120 怎么都不来 没来 哎 我又打了一次 她怎么了 那个120说 你不是那个 退了吗 我说怎么我退了 我报的警 我根本就没退 她说有人给你退掉了 我说不行 你快点拉 这个人要那个 我说有危险 这个吧 我就在那里 那个问那个人 我报警 他抢我的手机 手机都给我抢坏了 抢我的手机 不让我报警 不让我报警 我又跑到公用电话上面 报的警 警察来了 就把那个罪犯 当时那个罪犯手上 让我妹妹都抓伤了 那个就是他 就是住金办的那个人 他抢我的手机 不叫我报警 我到公用电话 报的警 报完警 那个手机他又给我了 那个我进去的时候 4月21号 4月22号我进去的 他把我关在里面 把我手机抢去了 我的生病证到现在 还在那个三里腿派出所 扣着没给我 关了五天 那个手机派出 还有那个生病证 还有我的衣服什么 到现在都没给 这不报了警 以后那个警察来到 给录完口供 他就说 你快点把这个巴尧经 送到医院 他说他把那个罪犯 打咬尽的那个罪犯 他手上有伤 带走 到那里说 撸苦供 到了晚上 我就是那个120车来了 我把妹妹拿到那个 幼安门医院 他那个就要跑 他跟去一个 当时跟去一个人 他给医院打好电话 不让给我妹妹治疗 他就想跑 我就躲着他不让他跑 他说你们领导等一下就来 我说我见了领导 我说让你走 不是你咋的 我也不会留你 他还打我妈跟我 还想打我们两个人 我女儿也在那里 拦着他不让他走 我女儿那么小都知道 拦着他不让他走 他那个 我怕他打我女儿 我车车拉了拉我女儿 他没敢打我女儿 那个报了警 在那个医院 就这样两个手 这样堵着不让他跑 他说你打了我小鱼 你不能走 就这样 那个后来那个派出所来了 派出所他说他管不了 管不了 那个我妹妹当时就昏迷不醒 被他拉到里面 接着阳气 接着阳气也没人问 到了十点多 我妹妹醒过来了 那时候有十点钟吧 大概是十点钟 我没看表当时 我估计有这么长 那时候 那时候我们县里的领导都还没来 他说我们县里的领导要来 要来那个 我妹妹醒了 一看还接着阳气也没人 我妹妹就跑出来了 出来了以后说那个 我都要死了 你们怎么还没有人管我 这样说 当时那个给他做的拍的片子 那个说完不多久 那个领导就来了 来了以后 那个 他给我谈话 说给我谈话 我一看政法委书记来了 我说那个 我说那个政法委书记 他叫卢兆荣吧 我说当时禅奥会的时候 我来北京上访 我去找他处理问题 他说我 你去联合国告我吧 我等了七个月 让他解决问题 没解决 我就 4月21号 我去了联合国人权委员会 我去那里 我说我要人权 就那个亮码河那个地方 亮码河那个地方 到那里我也没有犯法 也没什么 我就是 他问我干什么 我就给他反应反应 这个我们要人权 要没人权 我就这样说 他把我在里面 剔了24个小时吧 第二天让住进班 把我接出来 才抢了我的手机 身份证 他就没给我 就在那里面扣着 没给我 三里腿派说 当时就是说 那个政法委书记在这里 我就说了 我说卢书记 是你让我去联合国的 我就这样说 当时那两个人 接我出来的是四个人 住进班的 问我谁让你来的 我说政法委书记让我来的 我就这样说 我又说 我说是你叫我来的 他就没出生 没执政 我也就没说 我说你看看吧 给姚静治病吧 他们就出了钱 给他做了骗子 做了骗子 做了骗子 那个医生增逢 他说没病 当时那个 骗子我们又看不懂 我一说没病 那个发院的院长 李兆雷也来了 他就说 姚翔 你给你妹妹做做工作 回去吧 回去给你处理 我说行 他又在那里露口红 寄材料什么的 让我签字 我说我也不懂这些事 我来 就是来 护理我妹妹 我也不管那个 我说 我不签字 他说 最后他说要叫姚静回去 我说行 回去行 他说那个 叫我做工作 我做不通 我说你强制她回去吧 他想强制 他知道 他本身就知道 我妹妹那个皮革的 他们不说 不说他就叫我 他说我们不能那个强制 你强制 他说让我们强制 他说怕出危险 就证明他知道 我妹妹的这个病情 我们不知道 如果当时他说 在路上出了危险 他怕负责任 就是要是我们强制了 可能就是我们的责任 所以说我妹妹就不走 我妹妹就要碰死 说姐 你不懂 我的病在我身上 我知道 我现在病很严重 他们看到我妹妹不走 他说叫我们做工作 他们去北京 不知道是去干什么 他说有 是办了私人的事 就走了 走了我就带着我妹妹 偷偷的到了同仁医院 到了同仁医院 当时那个大夫 那个一个医生 就叫我妹妹不要动 拍片子拍完片子 我站在眉口 就不叫我妹妹动了 说你有生命危险 他说你不要动 说我你跟我来 去拉那个车 去到我拉的车 他一动不让我们一动 让我们两个人 把他扶到床上 把我们拉到抢救室 抢救了二十多个小时吧 他那时候还没逃离危险 那个医生说还得要观察 在那个屋里 就是以后就是 我给他治病 我带来的钱 连那一千 我就住了三个月了 在这里 那时候我就住了两个月了吧 后来我又在这里住了几个月 那个钱就花完了 花完了以后 没有钱治疗了 我就打电话报警 报警警察 报了警察来了 来了以后 就是马家楼派出所警察来的 来的那两个警察挺好的 一个刘警官 一个刑警官 当时他很挺好的 说的也挺好 说领导很重视 什么什么我给你解决 什么什么的 当时到后来吧 那个刑警官 他下班的时候 又去看了我妹妹一次 我们很感动 这个很 也很感谢刑警官 但是 但是 我会是一个人的 我会想要看了 你会想要看了 我会想要看了 你会想要看了